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金日成其实他在掌权之后 清理了延安派 清苏联派他也清理了 最后本土派他也清理了 就留下他的那个所谓的白头山派 他这个清洗意志 其他派系人杀了6000多人 下20%的朝鲜人是属于敌人这一类的 金正日他本人据说是出生在白头山 就像现在共产党说几岗山出生的 对 或延安 延安出生的 他特别强调一个东西叫白头山血脉 北朝鲜宪法里面 已经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东西 基本上给删光了 金正日开始再传到金正恩的时候 这种家族统治已经固定下来了 毛岸英在这个朝鲜战场被炸死 中国人不喜欢回到帝制 这就是当年袁世凯犯的错误 朝鲜可以维持这种体制的前提条件是 两个落后和封闭 是一个超级的奴隶制了 请订阅精英论坛 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 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